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最近呢 美国的白宫啊 发表了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 这个战略呢 发表于五月份 因为当时我们在月底 还有本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六四的 三十一周年有关专题节目的播出 这样呢 我们把对于这个美国 对于中国的这个战略的 这个战略非常重要 我们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和点评的 那么我们就放到那个系列节目之后来进行 好 那么今天的我们大约啊 计划是用四期节目来给大家呢 把这一部分呢 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 那么今天先看引言部分 也包括他的 还有第一部分 那么这个战略报告就说 自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建立国交关系以来呢 美国的对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以呢 希望加深 那个参与刺激中国的这种基本经济和政治开放 并且导致他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这种转变为前提 而且希望呢 中国呢能够出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的相关者 那么美国呢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 在1979年之后呢 采用对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制定 但是40多年之后呢 很明显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样的外交政策 低估了中国共产党 限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这种意愿 可以说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啊 改革呢 非常的缓慢 停滞 或者发生了逆转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世界的互动不断的在增加 但是并没有导致美国所希望的那种社会 也就是以公民为中心 自由和开放秩序的融合社会 中共呢 反而选择利用自由和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而且试图呢 以有利于中共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 北京方面公开承认 它寻求改变国际秩序 以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中共已经越来越多的利用经济 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民族默认 事实上是中共的这种做法损害了美国的重要利益 破坏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主权和尊严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战略指出呢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 美国政府呢 对于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办法 也就是对于中共的意图和行动 进行了清晰的评估 对于美国的很多战略优势和战略不足 也进行了重新的评估 并容忍了更大的双边关系 事实上呢 美中双方 这样的一种方法 并不是要确定 中国的特定的最终状态为前提 相反呢 美国的目标是要保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那么美国 白宫呢 在这部分又对 什么是美国的重要的国家利益 做了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呢 出自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那么事实上 有四方面的因素 在支撑美国的重要的国家利益 第一个因素是 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呢 是促进美国的繁荣 第三个呢 是通过力量来维护和平 第四个呢 就是提高美国的影响力 白宫认为呢 他们对中国的这种竞争方 两竞争啊 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提高美国的这些机构 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适应能力 来应对中国提出的挑战 第二个就是 要迫使北京停止 或者减少有害于美国的 这些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 而且呢 要迫使北京方面能够 更加朝着 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 以及盟友和伙伴利益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来相向而行 事实上美国承认 即使啊 他们与中国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他们也欢迎啊 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情况下 进行合作 竞争 不一定就导致着冲突或对抗 美国对中国人民 是有着深厚的 而持久的尊重的 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 所以说美国呢 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 也不想脱离中国的人民 美国期望的是 与中国进行公平的竞争 从而使中美两个国家 企业和个人 都能够享受有安全和繁荣 那么美国希望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 占上风的话 就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的 进行合作 美国政府致力于 那么与美国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 建立伙伴关系 来保护盟友们的 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一季的美国政府的 重要的合作伙伴 包括美国国会 各个州 还有地方的政府 私营部门 民间和学术界 事实上国会呢 一直在通过听证会啊 发言包括那种方式 发表讲话 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恶行 国会呢 还为美国政府提供 法律的权利和资源 以采取行动 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政府呢 还认识到盟国和合作伙伴 为发展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采取了更加清晰的 和有力的措施 比如说 欧盟呢 在2019年3月份 就发布了中欧的战略展望等等 美国也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并与外国的盟友 合作伙伴 以及国际组织 发展积极的选项 以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 共同原则 美国特别强调了 特定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很多举措 在美国的很多重要的 国家文件当中 都有所描述 比如说 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的6月份的 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 以及美国国务院 2019年10月份 关于自由和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 推进 共同愿景的报告 随着美国正在与 相互一致的愿景 和方法进行合作 比如说 东南亚国家联盟 对于印度太平洋的看法 日本的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观点 印度的本地区 所有的人的 安全与增长政策 以及澳大利亚的 印度太平洋概念 大韩民国的 新南方政策 以及台湾的 新南向政策 那么美国政府指出 这次发表的这个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 并没有试图详细地 介绍政府 作为 美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 而在全球范围内 采取行动和政策举措的 全面范围 相反 这个报告 测重于美国的四大国家战略 支出性利益的实施 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的挑战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提出了真正的威胁 那么事实上 美国认为呢 第一大威胁就是经济挑战 经济挑战呢 包括 那么北京呢 在遵循啊 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糟糕记录 以及它广泛使用的 国家驱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 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 扭曲了全球市场 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环境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 北京同意接受WTO对于市场开放的态度 并且将这些原则纳入它的贸易体系和机构当中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期望中国能够继续它的经济改革道路 并且把自己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贸体系 这些希望很明显并没有实现 北京没有将基于竞争的贸易和投资的规范 做法内在化 而是利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好处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同时系统的保护了它的国内市场 北京的这种经济政策导致了巨大的公元产能过剩 扭曲了全球价格 使得中国以牺牲三个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 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却没有北京为它的企业提供的不公平优势 所以说呢 中国保留了它的非市场经济结构 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方法 政治改革也萎缩了 倒退了 政府与党的分歧正在逐渐消失 习近平呢 取消这个他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而且有效的 无限期延长他任期 这种做法 这样的一个决定体现了 上面所讲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停滞 全面萎缩的这样一个趋势 美国贸易代表在他的 根据1947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当中 对于中国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法律政策和实践 进行调查的2018年调查结果当中 确定很多的行为政策 中国政府的行为是不合理或歧视性的 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 根据严格的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现 中国具有以下的严重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违反其加入WTO的承诺的很多不道义 以及完全背离国际社会承诺的做法 包括要求或施加压力 要求美国公司将他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 还有严格限制美国公司以市场条件 这样一个许可他的技术的能力 再者指导和不公平的促进国内公司收购 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取间断技术 最后进行并且支持 未经授权的网络入侵 美国公司网络 以访问敏感的信息和商业秘密 白宫指出 北京呢 关于停止掠夺性经济做法的承诺清单上 充斥着破碎而空洞的承诺 2015年的时候 北京许诺将会停止以政府为导向的 网络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动 并且北京还在承诺呢 在2017年和2018年 重申这样的一个 他对于保护世界 当然也包括美国的知识产权 尊重世界秩序的这样一个承诺 2018年往前时候 美国和其他的12个国家 将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 归功于针对知识分子的活动 财产 机密 商业信息 转让给了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运营商 这违反了北京2015年的承诺 从1980年的开始 北京签署了多项国际协议 来保护知识产权 尽管如此 全世界超过63%的假墨产品 还是来自中国 给全球的合法企业 造成了数以千亿的美元的损失 尽管北京承认 中国现在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 但是中国继续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在内的各国的国际组织 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尽管中国是高科技产品的最大出口国 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支出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 但是中国仍然自称是发展中国家 以证明有系统的歪曲全球都个行业的政策和做法 而危害美国和其他国家 事实上一带一路 是北京的总称 这是用来描述呢 各种的举措 其中就包括呢 似乎只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 以提升北京的全球利益和事业 同时也满足中国的国内经济需求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举措 中国正在扩大它的关键技术领域中 使用中国国业标准的力度 这是在不以非中国公司为代价的情况下 加强自身公司在全球市场中 地位奴隶的一部分 北京标记为一带一路的项目 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 以及能源基础设施 工业园区媒体合作 科学还有技术交流 文化宗教 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 也被包括在了所谓一带一路当中 北京正在寻求通过它自己的专门法院 对于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商业纠纷 进行所谓仲裁 这将对中共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 美国欢迎中国 为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 但是美国强调 一带一路项目经常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 一带一路项目的特点是质量低劣 腐败 环境恶化 缺乏公众监督或者社区参与 而且具有不透明的贷款 以及呢 在东道国产生或加剧治理 以及财政危机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白宫进一步指出 鉴于呢 北京越来越多的利用它的经济杠杆 来从其他国家获得政治让步 或者对其他国家做出应有的这种报复 美国认为 北京呢 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 转变为的不适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 北京呢 利用威胁和诱识相结合的方式 常常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 将政府精英和企业智能者施加压力 以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而且实行不受审查的言论 北京限制于澳大利亚加拿大 韩国 日本 挪威 菲律宾 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旅游业 并且拘留了加拿大公民 以期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和司法程序 西藏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在2016年防卫蒙古国之后 中国政府通过中国的内陆的蒙古矿产品出口 征收新的关税 而且暂时瘫痪了蒙古的经济 北京因为它在环境方面的努力 而寻求全球认可 并且宣称将促进绿色发展 但是十多年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北京提出了模糊 而无法执行的减排方案 使得中国的排放量 能够持续增长到直到2030年左右 中国计划增加的排放量 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减排总量 中国企业还向发展中国 将出口了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 每年中国向海洋排放超过350万吨的污染物 中国还在全世界沿海国家的水域中 进行非法的不报告的 而且不受到管制的捕鱼的行动 中国这样的做法已经在世界上明月前茅 它掠夺世界经济资源的做法 至今仍然在延续 好的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的解读的第一部分 我们就先为您接受到这里 那么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接着看一下 白宫的这份报告 讲了些什么其他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